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影视星期点,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点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片 主人公安娜是一位小薛老师 她有一个男友名叫保罗 在一次保罗想要向安娜求婚时 安娜话题一半便误以为保罗想要抛弃她 于是安娜愤怒地开着车离开了 糟糕的天气和路况以及安娜失控的情绪 让她在驾车时不小心出了车祸 安娜醒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艾略特 男人见她醒了,分清云淡地告诉她 不要怀疑,也不要激动 你在殡仪馆里,你已经死了 安娜很疑惑地询问男人为什么死了还能说话 男子告诉她,她有一个特异功能 就是可以和灵魂对话 安娜企图用各种方式来向她证明自己还活着 然而,艾略特却始终认为安娜已经死亡 并拿来安娜的死亡证明给她看 半信半疑的安娜允许了艾略特给她注射抗尸体腐化的药物 这些药物让她昏迷不醒,并错过了母亲的探望 接着保罗赶到殡仪馆 安娜看到保罗来了 疯狂叫喊拍门,想要引起她的注意 但艾略特拦住了保罗,并不让她见到安娜 安娜突然明白了,自己活着还是死亡 都只是艾略特的一面之词 想到这里,安娜更加害怕 也因此大闹挺失防 并且用手术刀威胁大叔 还偷了钥匙跑出房间去给保罗打电话 然而保罗根本听不到她的声音 艾略特告诉她,你已经死了 死人的声音活人是听不到的 并且说,像安娜这样不怨死的鬼 她见得多了 接着,大叔又将安娜带到一面镜子前 看那镜中毫无血色的鬼样子 安娜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自己死亡的现实 举行葬礼时,安娜说想再看一眼自己 艾略特递给她一面镜子 就在感叹自己美好的肉体将要腐烂时 安娜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却意外地发现镜上出现了自己哈气的水雾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活着 而这时已经回天无力 她被顺利地下葬买入土里 网罗由于相信安娜还活着 驾车去墓园的途中遭遇车祸 当她苏醒后,睁开眼睛便看到了身旁的艾略特 艾略特告诉她,不要怀疑,也不要激动 你在殡仪馆里,你已经死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电影,点点想问大家 你认为安娜呼出的热气是活着的表现呢 还是只是死人对身的一种渴望而产生的幻觉呢 好了,本期的影视新起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点点的,要点点点点点,点关注哦